一口气看完2024最新韩剧《杀人者》的难堪 在这个只会花钱买热搜把一个减肥吹上天的乱象社会 这部剧简直干货满满 全剧没有一个好人 每一集都精彩分成 废话不多说正片开始 男主一档在兼职的超市里上班 一个大叔进来 大叔丢给他300英币要买价值9000的滑子 一档表示这钱不够 大叔跟我一样在身上摸了半天也没找出钱来 他嚣张地对一档比出一个友好手势 比完还让一档送亭啤酒和鱿鱼干到外面的座位上来 遇到这种没脸没皮的顾客一档郁闷至极 他追出去要大叔先把钱负了 大叔却甩都不甩他 还让他把鱿鱼干换成黄油烤 一档将在那里没动 还是大叔的同伙出来解围 说大叔被人恶意拖欠工资心里不爽 一时把气撒在他头上 男人替大叔把欠下的钱负上 两人在外面喝了两个多小时搞得满地狼藉才走 收拾完店长过来接班 一档向店长借个锤子回去订购 店长只顾耍游戏没注意一档的请求 一档就把锤子放进包里下班了 走在回家的路上 他不经意间看到刚闹事的那个大叔醉倒在路边 他好心劝大叔说这不是睡觉的地方 大叔坑击了一声却没动 一档也懒得招惹他就走了 刚走几步他看到大叔的同伙在前面 他追上去把大叔醉倒在路边的事告诉男人 男人却表示没关系让一档走就是了 一档看过天气预报说待会要下雨 男人听后嫌他多管闲事一直重复要他滚 好心被人当成驴干醉 一档也学着大叔的样子比了个友好手势 没曾想这一行为却彻底激怒男人 他转身走向一档突然就动起手来 一档被打得一脸懵逼 男人越打越上头干脆把包放下敞开打 他包里的蓝牙音响露出来正播放的音乐 男人在BGM的加乘下打得更加得紧 一档从小被人欺负惯了 挨打对他来说早就习以为常 可今天正好锤子就在手边 人一旦有武器在手哪会甘心任人欺负 于是他秒遍黄大锤 只一锤下去就将男人移交给阎王 这时天空如预报所说下起了雨 一档猛然清醒过来 他听到前面有两个酒疯子还在找地方继续喝酒 第一次杀人的朋友们都知道 即使李芝告诉你要躲开此时也迈不开头 幸好两个酒疯子掉转头并没发现他 他悬着的心这才落地 然而当他一回头差点被吓得当场去世 只见一个女人正牵着一只狗在他身后 一档吓得大气也不敢出 看女人的模样似乎是个盲人 他牵着的泰迪也像是导盲犬 他站定在一档身边 一档早已呆若目击 女人正在迟疑时被导盲犬拖走 导盲犬竟将女人引到了男人尸体旁 这下一档的心一下掉到了嗓子眼 还好女人并没发现异常 拉开导盲犬后渐渐走远了 一档吓得一跤跌倒 爬起来拿起包就跌跌撞撞朝着家的方向跑 浑然忘了他的锤子还留在现场 这将给他带来巨大灾难 杀人者的男堪开端就是高暖 男人不小心用锤子摸死了人 更不小心将锤子吊在案发现场 他像个杀人犯一样鬼鬼祟祟的出门 刚到兼职上班的超市就发现有警察在赌他 当他看到警察对他做出的友好手势时差点吓尿 因为这个手势他也曾对死者做过 毕竟一档是第一次杀人不紧张才管 尤其是警察张南堪做的各种小动作 竟都和他杀人时的情形很相似 在这种巨大心理压力下他差点就要坦白从严 另一个警察突然跑来帮他解了围 原来他们验证过现场指纹 对目击证人做过调查后确定 死者老金生前曾和同伴老李发生口角 推断出他们因为喝醉而干假 过程中老李先用砖头打了老金 老金的蓝牙音响上也有老李的血迹 老金在自相残杀的过程中领了盒饭 警察们只字不提锤子的事 看来锤子并不在现场 警察只是通过死者手中的塑料袋认出超市 从而对在超市兼职的一档例行询问吧 一档幸运地逃过一劫 而更幸运的是当他问店长借锤子回家订话时 监控虽然拍下了这一幕 当时却正好有只苍蝇爬在摄像头上 遮住了他手上的锤子 他躺银般洗脱了自己的嫌疑 警察对老李的老婆展开调查 一询问发现老金经常光顾他家 给老李儿子零花钱用 给老李老婆买蛋糕过生日 还时不时当面夸奖嫂子做菜手艺好 甚至最后还主动给嫂子暖床 老李还以为自己交了个好兄弟 殊不知他头上的绿草早已半米生了 这些老李老婆都如实交代 两人互殴就合情合理了 不久后一则新闻让一档彻底消除了良心谴责 原来警察通过基因筛查发现老金竟是假冒的 他的真实身份是2009年连环杀人案的嫌犯老李 他无意中杀的人却是连法律都制裁不到的恶努 他虽然逃脱了良心的钱 可失踪的锤子 一直成了他心中的迷雾 他不知道的是 此刻锤子正静静 躺在案发当晚从现场经过的盲女家中 至此杀人者的难堪第一集结束 这一集内容扎实颇有看透 让人更加期待后续的精彩剧情 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误 这才是红包的正确打开方式 杀人者的难堪越看越上头 简直一点都不难堪 一档意外垂抱一个男人的头 命案现场有一个盲女和一只导盲犬 一档天真的相信了盲女什么都没察觉 殊不知在这个缺乏信任的年代 什么都有可能弄虚作假 他在现场遗落的锤子出现在盲女家中 不久后盲女就找到了一档兼职的超市 开口就问一档索要封口费二百万现金 一档还想装傻冲浪 表示自己并不认识盲女 这种 style 为什么这么看 这种感觉不见 嗯? 嗯 其实 좀 보이거든 嗯 盲女直接挑明了 一档被吓得意识不知所措 正在这时有客人进店 才暂时化解了她的尴尬 但女人临走时的话 却像一记闷棍砸在她头上 一档赶到后背一阵发凉 她杀人的是女人同时掌握着人证和物证 女人的要求她不敢不满足 于是她把刚换的苹果十五折处理掉 向朋友们借了一圈的钱 又找店长求情预支了一个月的工资 东拼西凑还是差了一大截 她又偷来家里的住房公积金折子 这才把二百万韩元凑起 她根据女人给的地址找到女人的家 女人眼看财神爷上门心情大好 还专门给一档线磨了咖啡 她将自己亲眼目睹的命案现场 说给一档听 一档直听的心里振振发毛 她在话锋一转提到钱 一档自然乖乖地将现金 扑在女人面前 她以为这样就能捅住女人的嘴 谁知女人在确认过数目后 却表示每个月都要比她二百万 200万韩元也就一万多人民币而已 一旦两次被这个女人骗 她终于明白因素素对张无忌说过的话 千万不要相信女人 越是庄下的女人越会骗人 她恼恨女人故意耍她将在那里脸色很难看 女人仗着有把柄在手威胁她 扬言如果不照办就去举报她 一档一把抢过女人手中的锤子 想用约定好的二百万就此打住 可我一样经常吃女人亏的朋友们都知道 女人岂是这么容易善罢甘休的 她早已把一档的底细查得清清楚楚 就算一档拿走了锤子 她一样可以找一档的单位和家人闹个天翻地覆 何况现在家里到处都残留得有一档的DNA 女人以此作为证据也会让一档成为嫌疑人 似乎目前最好的方案就是听女人的话 可是一想到从今后就得过上狗一样的生活 一档内心就表示拒绝 于是她奋起一锤直接捶爆了女人的走 女人当场领了盒饭 一档匆忙把钱收起来将锤子随身带走 人杀少了没有经验 第二次杀人的一档还是错漏百出 竟大一道把指纹留在门锁上就逃之夭夭 女人的血液引来她的泰迪 泰迪还以为今天是给她加餐呢 不久后送奶的外卖员发现一场 女人家门口的奶都堆了六瓶还没人来取 她通过门洞看过去 却看到耸人听闻的一幕 外卖员赶忙报警 警察来到现场使女人只剩下残缺的部分 此时脱缰的泰迪像疯了一般四处逃窜 她在园子里刨出一个大坑 警察们赫然发现这里居然还埋着一堆白骨 经鉴定这是死者宣姐的亲妈 至于死因目前不明 而宣姐家的咖啡壶纸杯上都有重要线索 一鉴定发现却全都是狗的唾液 这只叫小雷的狗把所有沾上血迹的地方都踮了个边 一档的DNA完全被狗消除掉 她的主人在天之灵总算可以死不明目 警方只好采取小雷的狗屎进行检测 这边毫不知情的一档正遭受着巨大的良心谴责 第一次杀人还可以说是被迫自卫过失杀人 所杀之人也是罪大恶极 第二次杀人却是故意杀人 还杀的是个手无腹肌之力的单纯敲诈的女人 她良心未明选择自杀 就在这时朋友过来喊门 她足足自杀了半个小时朋友就喊了半个小时 她受不了过来开门 将借朋友的钱扔给朋友后就与朋友彻底翻领 所以说要前十千万不能把欠钱的当朋友 别人有钱宁愿自杀都不还你 稍微客气点哪里还要得回钱呢 这么一闹腾一当也暂时放弃了自杀的念头 她独自来到KTV里借酒交仇 这时一个警察牵着小雷从外面紧补 警方从她身上查不出任何线索 鉴于她爱主人爱到吃了她的优良行为 警方决定对她进行安乐死 两个喝醉了的混混盯上了警察 几天前刑警张南勘教训了他们 他们把气撒在警察头上 于是其中一人冲上去用酒瓶捅了警察 小雷趁机逃跑 两个混混也逃之夭夭 这边一荡从KTV里出来 看到新闻里报道说 宣姐被确认为是杀害父母的凶手 她顿时感觉喜出望外 她又一次杀了本该杀掉的人 又一次被第三方神助攻洗脱杀人嫌疑 看来她离中两亿大奖的距离并不遥远 就在她一身轻松地走在回家路上时 却遇到了刚那两个混混 他们正在为没钱抽滑子犯仇 一荡成了他们抢劫的对象 毕竟一荡可是杀过两个人的编制内的杀人犯了 她一眼就看出一个混混身上发生过血案 她的脖子后面瞬间鼓起鸡皮疙瘩 这种感觉细想起来在她前两次杀人中军出现过 于是乎画面一转两个混混暴尸荒野 一荡满身血污躺在家里 不用猜也知道是她杀了两个混混 她迷迷糊糊从地上爬起来 才发现杀人的凶器也摆放在家里 旁边还有个烟头和纸条 她打开纸条发现上面有字 隐隐约约想起她是迷糊中被人嫁回家的 字条上写着一个网络账号 让她需要帮助时随时联系 看来她又一次杀人后遇到神助攻 至此杀人者的难堪第二集结束 一荡的超能力已经出现端倪 这是一种能让烂泥浮上墙的神迹 期待后续精彩内容的朋友请持续关注 女孩只是和闺蜜一起晒了个太阳 就被闺蜜的富二代朋友看上 尽管女孩小心翼翼却还是难逃魔掌 身体上的创伤很容易愈合 心理上的阴影却挥之不去 女孩在煎熬了一个月后选择自杀 在女孩的葬礼上做出龌龊式的男孩母亲大闹一场 企图歪曲适时替儿子脱罪 最终龌龊妈妈通过超能力将一件被迫的事变成双方自怨 富二代不仅不知悔改 这之后还隔三差五就打人偷窃 甚至将酒瓶打破捅伤了正在执勤的警察 只为了报复几天前警察们盘问过他 捅完警察他的烟影犯了 身上的钱又被挥霍完了 于是他和同伙瞄上了正好从这经过的一档 一档天生有识别坏人的超能力 看到富二代身上的血字就知道他刚干了坏事 于是他奋起反击 在经过一番殊死搏斗后 将两人用板砖一一拍死 他也因为受伤过重倒地后昏迷不醒 龌龊妈妈之前大闹女孩的葬礼 此时又在从未欺负过人的善良儿子葬礼上对警察大胆出手 嚣张跋扈地逼迫警方抓到真凶 而一档杀善良儿子的一幕正好被女孩的父亲老江看到 他一直尾随富二代想要为女儿报仇 女儿是他这个光棍唯一的寄托和希望 他一直盼着女儿毕业工作结婚 连外孙的名字都想好了 没曾想这一切平淡的美好却被富二代给毁了 他想报仇却始终不敢卖出去 犹豫间倒是一档做了他一直想做而不敢做的事 于是他将晕去的一档嫁回家 把杀人凶器和现场的物证都收拾干净留给一档 再跑到警察局去自首 熟悉韩剧的朋友们都清楚 韩国警察是出了名的无能 他们一看时间地点人物事件都吻合 于是轻易就相信了老江是为女报仇的凶手 只有张南堪发觉老江说了谎 首先老江不抽滑足 杀人犯的脸上却有烟头烫伤的痕迹 其次老江是个左撇子 凶手却是用右手杀的人 老江显然和柳妍一样不是真凶 他的推断虽然正确却没有证据 警方只好暂时放了老江 结果就在警局的门口 一辆宝是杰木康撞向老江 撞人的正是善良儿子的卧虫妈妈 万幸老江只是左侧大腿骨折并无大碍 这边一荡因为连杀四人饱受良心上的钱责 他准备投案自首 自首前他来到银行把钱转给借给他钱的人 结果刚出门就遭遇飞车党抢走了他的包 他被拖拽着倒地撞伤了胳膊 飞车党跑到没人的地方打开包 见他的包和我的包一样没有一分钱 飞车党把他的那些杀人力气全丢进了河里 一荡躺在警车里感到一丝侥幸 关键时刻总有人出现帮他销毁证据 难道这真是天意 他放弃了自首的想法 警察对他被抢一室简单询问后就将他送到医院 正好是老江所在的医院 正好被老江看到他 他虽然不认识老江 老江却认识他 老江追上去找到他 向他表明了自己的身份 一荡也猜出是老江将他送回家的 他有很多疑问要问老江 老江说这里遍布警察让他赶紧走 他给了一档一个无线电报的号码 让一档自己去查 看过之后一档自然会明白 一档慌忙逃跑 出门时正好被张南勘看到 南勘追过来找他被他逃脱 这边老江大仇得爆了无牵挂 他吞要自杀将杀富二代的罪名扛下 后来了个死无对证 他知道即使他不自杀 富二代的龌龊妈妈也不会放过他 一个赶掌国警察赶在警局外开车撞人的权贵 要弄死一个穷单身汉 他还不是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 这边一档点开老江所说的屁屁 才发现老江的账号已经注销 他在租来的房里给妈妈留下字条后 就选择远走高飞 至此杀人者的南勘第三集结束 杀人者的南勘剧情紧凑 每一集都看得让人欲罢不能 一档有一项刻书的超能力 他和一个检察官迎面闯 只一眼就确定这个西装笔品的男人 是个十恶不赦之徒 于是他假装成代价 将检察官带到一处人际罕至的地方监狱 再将检察官丢到河边进行审判 检察官向所有无辜的腐败官员一案 在没有证据之前都表示 自己是一心为名鞠躬尽瘁的好官 殊不知这并不是开大会表大张 一旦让助手解开检察官的手机 马上他的原形就毕露在两人面前 一旦不说一句话 缓缓走到检察官的面前 只是将一把刀轻轻放进检察官的身体 他就以一个绝佳的姿势漂浮在水上 两人在岸上目送他走完最后一程 这是对一个好领导最好的尊重 数天前一档从租房里悄悄搬出来 他连杀了四人 虽都是罪大恶极之人 可他良心上依旧感动不安 他准备去加拿大隐姓埋名 在末班的地铁上一个戴眼镜的胖子 注意帮他 这是一档杀富二代后帮他的人 在留言的纸条里的数 原来这个叫罗宾的胖子 一直在背后默默关注他 罗宾将一档带回他在大田的家 他的家里全是超级英雄的手段 他小时候父母双双惨死在家中 警方却迟迟抓不到杀人凶手 他渐渐对警方失去信心 想要通过锻炼加强自己的身体 来惩治那些法律制裁不到的恶 结果发现跟我一样完全不是那块的 于是他四处搜罗理想的人选 帮他实现自己的暴力 一档正好符合他的标准 他愿意出钱并提供技术支持 邀请一档录目 他拿出之前一档所杀之人的资料给他看 证明自己曾在暗中默默帮助他 还指出一档的超能力 罗宾劝他放下心理负担 说他只是清除人渣伸张正义 他让一档自己做决定 如果确定入伙就去陈列柜的后面看看 想拿什么就拿什么 说完他就呼呼大睡 一档按捺不住好奇心 最终走向了陈列柜后面的暗门 这里面不仅堆满了钞票和各种资料 还配备有各种武器 一档挑了个衬手的电机柜 穿上了特殊的制服宣告入伍 罗宾对外的身份是一名黑客 他时常黑进警方的服务器 掌握着一些珍贵又难得的资料 男堪遇到南查的案子经常要找他帮忙 之前罗宾曾护着一个杀人犯 让他错失了抓捕犯人的机会 他怀疑罗宾与这次连环杀人案一团 连虎带炸把罗宾弄回警局审问 结果自然没问到半点有用信息 只好将罗宾报告 他不甘心派人在罗宾家外面守着 一档果然出现 他以外卖员的身份上门和罗宾交换信息 罗宾提醒他要注意警察 结果他刚下楼就被警察盘问 幸好盘问他的警察并不认识他 简单问了些信息后就放他走 当警察将信息反馈给男堪时 男堪才意识到放过了一条大鱼 他连忙让同事去追一档 自己则冲进罗宾的家 这次他对罗宾更加不客气 开门见山让罗宾给一档打电话 罗宾自然装傻冲了 男堪一气之下动用私刑 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 还扬言要把罗宾的家翻个底朝天 一个普通刑警滥用职权尚且如此 他上面还有一抓一大把的领导 挽起老百姓来更加易如反常 可见老百姓在权力面前是多么渺小卑微 就在这时同事将一档带到他面前 结果一看却发现不是一档 原来一档混进了外卖员之中 他们制服都一样警察很容易就抓错人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这时科长打来电话 先劈头盖脸给他骂一顿 再让他赶紧上网看一下 他闯进罗宾家殴打罗宾的事 早已冲上了热搜 同时另一波接到报警的警察也在敲门 他连忙点开罗宾休眠状态的显示器 才发现他的英雄事迹正被罗宾直播到网上 他扯开蜘蛛侠的海报 看到隐藏在里面的摄像头 才知道着了罗宾的道 果然网络才是揭发黑暗面的最佳途径之一 罗宾利用网络保护自己 南堪硬是被同行强行架了出去 这时引起了领导的强烈重视 领导亲自用腿走过来教训他们 最终南堪喜提停职 沮丧地回到家中面对宣姐的傻狗发呆 这边一个自称松村的警察找到一档送外卖的同事 打听一档的下落 看松村的面相就自带反派属性 至此杀人者的难堪第四集结束 在第五六集里你会看到神奇的一幕 杀人的是假 销毁证据的却是已 而逃跑的近是别 究竟为何会造成如此啼笑皆非的局面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女人年少无知 被男友骗着拍了亲密视频后 发到网上供广大网友学习 很快女人就成了当地人尽皆知的笑话 她无奈之下只好整容换头换身份证 跑到韩国大田这个小地方隐姓埋名 这天经我正在河前来看望她的妈妈吃饭 偶然看到不远处一个男人 正贼兮兮地盯着她看 见经我看过来不仅毫不避讳 还肆意地笑出声来 经我当时就气不打一出来 她看向男人的神情 是个人都知道在生气 男人却依旧目不转睛地盯着她 简直审可忍输不可忍 经我当即就冲到男人面前 在男人的一再解释下 经我猜搞清楚 原来眼前的男人 竟是她小学的同学朴昌海 经我虽然换了头 还是被朴昌汉认出来 这简直比排友见面还尴尬 他们简单寒暄后 朴昌汉将经我送到楼下 朴昌汉还想留经我的微信 经我遭遇这种事 恨不得跟所有认识的人断绝来往 自然就拒绝了她的请求 还表示以后再也不要见面 这样她反而好受一点 几天后正在上班的 经我突然接到朴昌汉的电话 她通过特殊途径 拿到经我的号码 经我感到惊讶的同事 重申他们没有联系的笔 朴昌汉说 同病相连让经我决定见她 见面后朴昌汉诉苦 现在没法活了 她没脸回到首尔面对父母 工作耍脱了谈婚论嫁的女友 也把她抛弃 经我劝她看开点 她问经我是怎么熬过来的 经我敞开心扉 告诉她有男人靠近 她就会起一心猜测 听经我这么说 朴昌汉突然起身 蹲到经我面前 抓住她的手 被男人深深伤害的女人 不怕再受伤 却对男人的温存 丝毫没有抵抗 于是朴昌汉顺利借宿 到经我家中 晚上分开睡的两人 都无法入睡 两人水到渠成确定关系 度过了一段甜蜜的时光 朴昌汉的脸上 始终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甚至当着未婚妻的面 也毫不掩饰 未婚妻问她为什么吃笑 她睁眼说瞎话 说一想到快要结婚 就高兴得连睡着都要笑醒 有嘴滑舌把女友 哄得心花怒放 她在女友面前 营造出一个上进老公的人生 却在转身就去撩拨 毫不知情的经我 在经过漫长的十秒战斗后 朴昌汉这时接到微信消息 她背着经我看完消息后 就把手机屏幕反扣在桌上 这一反常的举动 引起经我的注意 她起身拿起朴昌汉的手机 看到朴昌汉群发给朋友们的 新婚请帖一下 就什么都明白了 她直接跟朴昌汉看牌 朴昌汉当然不承认 自己脚踏两只船 朴昌汉是真龌龊也是真小子 两人由此爆发激烈的争吵 经我恼羞成怒之下 扬言要把她的龌龊事 告诉她的亲朋好友 朴昌汉自然很害怕 她一激动将经我活活掐死 不久后新闻报道 经我的家中发生大火 警方初步判断 是经我忘关没气就睡着了 刑警张南勘却不这么认为 她认为谋杀的可能性比较大 她停职后假装拿到批文 从釜山追踪一档到大田 请当地的警方配合她做调查 她怀疑是一档所为 此时一档正躲在一个超市里打工 与经我是同事 几天前经我被一个大妈找查 这一幕正好被一档看到 结果他们的领导部分青红皂白 就把经我一顿臭骂 却转身向找查的顾客点头哈腰 又是赔礼道歉又是送礼物 果然顾客就是上帝员工就是奴隶 一档看不下去收拾找查女 在她车的挡风玻璃上 故意丢烟筒 找查女仗着有行车记录仪 扬言要报警 一档提经我报了仇 她怎么可能杀金王 如今她听到金我意外死去的消息也很意外 但现实还不容她多想 因为此时一个叫松村的人正盯上了她 她走到哪松村就跟到哪 她意识到来者不善 刚想跑路又遇到前来逮她的南侃 结果她仓房逃跑中被松村扮捣 松村曾和一档一样是罗宾的合作伙伴 后面圈道将了分道扬镳 松村想拉一档过来跟她一伙 就在这时南侃追来一档趁机跑破 这边朴昌汉身体感到不是去医院检查 医生绕着弯说恋爱不会有事 概率为零 尤其是那些尖锐的问题 调昌汉让医生看在大家都是同性的份上说人话 医生说她得了零病 她郁闷地想将这个消息告诉给未婚妻 谁知未婚妻却坚持要先说 不听不知道一听下一条 听说过撞山的 这撞病的还是头一次 经常出轨的朋友们都知道 出轨只有第一次合地恩赐 谁会相信出轨的人是被人用刀子架在脖子上逼迫的呢 他们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狗男女 雕子配狗天长地久 调昌汉在给对方美好祝福后礼貌和平地分手 然而调昌汉的好日子并没到头 他回家时看到松村在家门口蹲他 松村伪装成警察对他询问 他直言不会承认对金我所做的那些窝触事 但当松村问到金我的死因时 他开始装傻冲浪 松村虽然和一档罗宾里面不合 但同样饥饿如仇 他同时也想通过调昌汉引出一档 他温柔地将调昌汉摸出血 这下朴昌汉才老实承认自己杀了金我制造火灾假象 松村在处罚恶人前有个好习惯 要恶人们亲自写下自己的罪状再送恶人们上罗 处理完朴昌汉后 他在烧开的锅里放上罗斯罐 当男堪的刑警同事老安找上门时 突然 这边一档害怕被男堪抓住正开车逃跑 一档在男堪眼皮子底下逃脱 男堪更加认定一档就是杀金我的凶手 他紧急赶到一档的住所想要找到一些蛛丝满迹 结果一档的家里被灭火器破坏的面目全非 并不是一档刻意要销毁证据 他跑路的时候根本没这个功夫 背后的原因却让人啼笑皆非 几天前他在进电梯时遇到一个小伙 只看了小伙一眼他的脖子就起了鸡皮疙瘩 那是他超能力感应到小伙是恶人后的犯 他不想再多造杀戮于是退了出来 结果这个行为却被小伙理解为一档歧视他 于是他趁一档不再悄悄溜进一档的家 用灭火器狠狠地给自己报了仇 却在无意中帮了一档的大猫 这又是一档另一项超能力 不管他惹出什么乱子来 总有人主动替他擦屁股 简直拦都拦不住 我要是有这能力的话敢单挑一个国家 这就造成一个奇怪的现象 杀人的是嫖娼汉 销毁证据的却是小伙 而跑路的竟是一档 警方完全被他们给整迷糊了 松村又潜入罗宾的住处 还是体制外的人更了解彼此 罗宾一下就猜到是松村炸了嫖娼汉 两人一番亲热的叙旧后 松村表示自己联系不上一档 要罗宾做中间人约他们面积 他拿走了罗宾放在保险柜里的书 趁松村转身罗宾想要偷袭 却被松村转身秒杀倒地 松村出门正好遇到来找罗宾的刑警老安 老安曾在找嫖娼汉时与他擦肩而过 事后细想起来才察觉 他才是杀害嫖娼汉的真凶 此时狭路相逢 他还没出手就被松村打倒 接着就被松村丢到了楼下 同样是警察出身 怎么松村叛逃后战斗力就报告了 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罗宾箭打不过松村 就把自己掌握的资料交给南看 想借助警方的势力除掉松村 南看一眼就识破了他的伎俩 劈头盖脸地把罗宾骂一顿后将他赶走 南看放不下身段和罗宾合作 但罗宾说松村才是杀死嫖娼汉的凶手 他确实信 因为这符合老安所看到的情形 此时松村正坐在一辆出租车上 两个富二代站在路上 轻轻握握造成交通堵塞 男人却到打一耙怪 司机开车部长眼吓着他们 于是松村决定出手教训两个富二代 他逼着两人写下罪状后将他们杀害 其中女的富二代大有来头 她是某地产大亨的孙女 谁要能找到真凶前途无量 科长立即找到南看 南看是最了解此类案件的人 科长还指望他抓到真凶 助他升官发财 于是南看之前 范事被停止组织上也不予以追究 科长大度地将他复制启用 毕竟在前途面前所有原则都可以担心 而罗宾被南看抛弃后主动联系到大亨 说他有途径找到真凶松村 他与一档沟通好 一旦有松村的消息就告诉他 不久松村主动联系上一档 与一档约好在一个咖啡馆见面 一档将地址发给罗宾 罗宾带人追过来 见面后松村再次提出要拉一档入伙 一档只是惩罚有罪却逃脱法律制裁的人 与松村胡乱杀戮有着本质区别 他以实际行动拒绝了松村的提议 却被松村反杀案在地上摩擦 这时罗宾带着大亨的人马追来抓松村 一档趁机逃跑 出去才发现罗宾被大亨的人过河拆桥绑起来 他连忙将罗宾解绑 两人躲到安全的地方 单身的时间久了 连看一幅画都能产生幻觉 逃亡的路上没有选择 一档只好和罗宾开着一辆五手线袋 继续他们的逃亡之旅 这边松村一人对抗数人 他凭借一把枪在手 把大亨派来的人全部打倒 他又顺藤摸瓜找到大亨的家 逼迫大亨的女人做他不情愿的事 松村揭开了大亨奢靡的腐败生活 喜欢这部剧的朋友请持续关注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贫穷真是限制了想象 判断一个大亨全是通天的标准 并不是他得意时的花天酒地英格厌武 而是不管他身处何地 都有人提供跪舔服务 哪怕这个地方是监狱 当大亨因为偷税漏税被人检举 韩国政府高官是这样体贴服务的 高官亲自用双手给大亨服务 他上一次这样做 还是在给总统擦屁股的时候 当新鲜的海鲜摆在大亨面前时 他已经身处五星级监狱的豪华包间 大亨度假回来依旧坐豪车住豪宅 对付这种大亨就不能用法律做武器了 那样只会适得其反 所以松村用了一个最简单粗暴的方式 几天前大亨的孙女当街拦路撒狗粮 严重影响交通 嚣张惯了的他们不仅不知道错 反而还大骂司机开车不长眼 这一下惹怒了被堵在后面的松村 他一气之下杀了大亨的孙女和其男影 自然遭到大亨的追杀 结果他大难不死还顺藤摸瓜找到大亨 此时他要对大亨进行审判 就在这时张南刊刑警带队进来要抓捕松村 松村温柔地将一颗螺丝钉钻入大亨的警动脉 一旦拔出来大亨必定当场喷血而亡 松村以大亨性命做筹码要南刊放过他 这样南刊也可以升官发财简直双赢 南刊却有不得不抓住松村的理由 不是因为他的职责所在 而是因为年少时他怀疑妈妈和松村游染 自己的警察爸爸被松村打成植物人 至今仍在病床上躺着 南刊气得手发抖却不敢开枪 彪悍的松村始终彪悍 他被南刊用枪指着头还敢拔掉螺丝钉 情愿被抓也要享受虐待老同事儿子的快感 科长继续在南刊的伤口上撒盐 他为了让抓住松村一事扩大影响 准备让南刊在公众面前做演讲 他让南刊准备好搞 到时候发钱给他砸热搜 结果松村还没被压到警局 四个包围他的刑警就遭了压 他在一场车祸后逃了出来 议员亲自用脚走到大亨的葬椅上表示歉 他热泪盈眶 转身就督促科长抓紧破案 别影响他的官冒 这边被松村打死的刑警也在伴葬里 现场冷冷清清 与大亨那边的热闹形成强烈对比 只有南刊为同事的死难过 与大亨那边科长和议员谈笑风声 又形成强烈对比 四几人死了不去调研 却还要去跪舔一个隔屁的大亨 大亨连死都与老百姓不同 韩剧在讽刺当今社会的乱象 不可谓不入目三分 在逃亡路上的罗宾和一档通过新闻 知道了松村逃跑的事 他们也被警方列成共犯通缉 罗宾意识到要逃出国外才能彻底清静 于是赶忙联系船准备偷渡出国 就在他们准备出发的路上松村打来电话 以他之前从罗宾保险箱里拿走的那本书做要求 要他们到乌山工厂见面 那本书里有一档杀人的记录 罗宾装作没事一样让一档先走 他准备单独去见松村 一档敏感地察觉到什么 于是趁罗宾上厕所时 悄悄在他手机里装上定位追踪和屁屁 两人就此分开 罗宾找到南刊提出合作 南刊始终不相信罗宾于是再一次拒绝了他 就在这时他突然接到同事的电话 才知道松村悄悄来到他爸爸所在的医院行凶 等他赶去时爸爸已经嫁和吸取 妈妈被松村惯要处于昏迷中 报仇的强烈愿望让他顾不上政党 他拿上配枪带上罗宾就准备去找松村报仇 两人向着乌山工厂驶去 在路上罗宾一直证明一档所杀之人都是罪大恶极该杀的人 与松村胡乱杀戮不同 而南刊现在想杀松村更多的是出于私仇而非法律制裁 所作所为与一档没什么不同 他愿意在事情结束后扛下所有罪 只求南刊放过一档 这边一档在看到罗宾的流星后明白罗宾想保护他的心 他放弃偷渡出国的机会根据定位也朝乌山工厂赶来 他们先后赶到工厂 罗宾一档和松村打作一团 混乱中南刊开枪击中松村 松村开枪击中罗宾 结果松村只是轻伤罗宾却领和饭 一档对罗宾的死很痛心 罗宾是他在灰暗生活里唯一的朋友 他指责松村过好自己的生活 彼此河水不犯井水过好 松村却说因为听到一档有天生识别坏人的超能物 非要找一档证明自己也有这本事 结果却酿成一连串的悲剧 这时南刊走上前要杀松村报仇 却从松村口中了解到一个震碎三观的真相 原来与南刊妈妈油染的不是松村 竟是南刊的顶头上司嫖国昌 而南刊的父亲老张也并不是什么伪光正的刑警 有天他让松村给警局内部餐厅做饭的黄阿姨送去一厢人参 作为给黄阿姨践行的礼物 谁知黄阿姨回到老家后却被当地警方抓获 原来李河里暗藏面粉 多年来老张一直利用不知情的黄阿姨贩卖面粉 松村私下里找老张志文 老张抵死不承认还出手打了松村 老张虽然收养了松村也让松村做了警察 可但凡有升职的机会他都护士松村 松村实话实说却遭到老张的毒打 老张伪善的面具在他面前轰然倒塌 他为命运的不公奋起反击 夺过老张手里的棍子连打了欺下老张的头 将其打成植物人 为自己也为老张坑上绝路的黄阿姨报仇 几句话把南坑给南坑住了 一档见南坑下不去手准备代劳 南坑在那里婆婆妈妈 这时松村从背后偷袭一档 南坑这才扣动扳机射出子弹 最终将这个与不公命运做斗争的恶徒击比 在爸爸的葬礼上他忍着恶心听完主持人的歌功颂 他转身看了一下顶头上司朴国昌 明面上的恶徒很容易击比 可这个潜伏在伟光正旗帜下的优秀领导 他也只能心里骂娘嘴上说着你是我们的好领导啊 他为了不让自己每天恶心辞退了警察的工作专心养口 毕竟狗比人真诚可靠 最终警方的结论是松村总共杀害了30人遭到击毙 而罗宾市共犯也被警方当场击毙 一档则再一次全身而退 警方在现场查不到任何他的痕迹 他继续隐藏在人群之中杀那些该杀之人 至此杀人者的难堪全剧结束 韩国人虽然很会偷 但在讽刺现实社会上一直很尖锐深刻 裁罚可以公然掌握警察 也可以在警局外开车撞人 却依然可以逍遥法外 甚至可以在监牢里享受心急服务 连死都风光无限 他们用镜头语言表达这个社会的种种故宫 让我们认清权贵资本家的丑恶嘴脸 全剧甚至全员都是恶人 不得不说韩国人真的敢拍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期待我们下次不见不散